近日,台湾15个盟国中的13个国家齐聚一堂表示对台湾代表的大力支持被列入联合国机构 具体包括帕劳、威迪玛拉、马少尔群岛、脑鲁、巴拉圭、伯利兹、圣基茨和尼威斯、圣卢西亚 埃斯瓦地尼、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海地、图瓦卢、尼加拉瓜等13个盟国领导人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到台湾 9月27日结束的联合国大会只有洪杜兰斯和罗马交亭两个盟国没有提到台湾 无论如何13个盟友的数量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台湾新闻报道盟国领导人对台湾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给予的宝贵帮助表示感谢 同时他们还称赞台湾的抗议策略行之有效 呼吁联合国停止将台湾从国际组织中除名 中国9月27日批评钻石四方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 周末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 首先是山洞和花大来自中国的威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记者说 美国公然干涉别国内政损坏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他肯定中国的发展是为了世界的和平 是为地区繁荣做出贡献 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应该停止参与这些无力可图的封闭联盟 此前乔拜登政统强调 鑽石联盟将向一个新的结构 目的是应对本世纪的挑战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崛起 以及无边无际的领土野心 而目前就是台湾群岛 华东海和南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